体态如女子纤细的白蟒 那对翅膀不算大到夸张 透明晶莹 若非细看 几乎很难察觉 很难想象 煽动这对翅膀 就能让它从石平悬崖外 升空而起 难免让人猜测 它是否掌控了 类似炼气式 某种悬空浮游的术法神通 只是如今这一切 都意义不大了 白蟒拱背之后 迅猛俯冲 张开血盆大嘴 试图吞食掉 拥有清秀容颜的婢女诸禄 不曾想竟然被一名 横空出世的持刀少年 用黑蛇背脊和头颅 作为阶梯和跳板 一跃而至 手持柴刀 恰好砍在白蟒 飞翅与身躯连接之处 白蟒需要那对翅膀 来升空以及掌控方向 被一刀砍掉翅膀之后 身躯凭借着惯性 继续前冲 但是立即歪斜 横移了仗鱼距离 白蟒那张血盆大嘴啊 刚好从少女身边 擦肩而过 整条身躯 重重摔在石瓶上 朱鹿以及他身后的三位 学术蒙童同样逃过了一劫 趁着白蟒撞地后 晕头转向的剑系 李宝萍赶紧背起了书箱 喊着快跑 临手一默默拿起行囊 尾随其后 李怀早就吓得牙齿打架 跑出去一段距离后 无意间发现 没有看到讨厌鬼朱鹿的身影啊 转头一看李怀呆了呆 那家伙傻乎乎站在原地 这不是束手待毙是什么呀 李怀忍不住高声喊 朱鹿还不跑 朱鹿终于打了个机灵 略微还魂 只是依然有些六神无主 他转过头 眼神恍惚的看着李怀 只见那孩子边跑边喊 跑啊 等死啊 朱鹿一旦回过神内 立即就展现出 二镜巅峰五人的矫健身姿 四五步便掠到李怀身边 跟他们一起退到 远离白莽的石平地带 果不其然 朱鹿刚刚离开原地 那条飞翅折断处鲜血喷涌的白莽 便开始因为疼痛而剧烈挣扎 尾巴疯狂甩动 砸得石平碎石飞剑 若是诸鹿晚上片刻 恐怕就要被白莽 粗如水桶的大尾 砸成一滩肉泥了 白莽似乎失去一只飞翅后 元气大伤 胡乱扑腾 剑起无数飞沙走石 久久没有平静下来 不过草鞋少年也好不到那儿去 握有柴刀的左手 虎口蹦裂 满手鲜血 陈平安单膝跪地 抬起手臂抹去额头汗水 以免模糊视线 柴刀已经断去半截 雪亮刀刃反弹之际 若非陈平安见机的快 赶紧测过脑袋 说不定啊 脸上就要插入半截柴刀 最少那半边脸 也得刮下去一大块血肉 陈平安现在所处位置 与黑蛇白蛇形成计较之势 那条黑蛇行为诡诀 看到白莽遭受重创后 并未急匆匆丢卸珠河 跑来跟陈平安厮杀 反而比起先前面容神色 更加悠闲震惊 好整以侠的慢悠悠晃动 上半身躯 始终与诸和保持对峙之势 黑蛇那双阴气森森的 银白色眼眸 偶尔落在白莽身上的视线 与白莽之前看待少女诸鹿 和盘中美味的眼神 并无不同 时平正中位置 白衣老翁手捧绿色竹杖 瑟瑟发抖 那半截柴刀啊 刚好插在他脚边地面不远的地方 老翁捏手捏脚的走近 蹲下身来 用小手指肚啊 小心翼翼的抹了抹刀刃 手指头瞬间流淌出夹杂 有一丝金色的土黄色鲜血 吓得老翁赶紧缩回手来 又弯曲手指轻轻弹指敲击刀身 他满脸疑惑 他嘀咕 风里无比啊 当得起风里无比的美 却竟然只是寻常柴刀 连武人摆练刀也撑不上 所以刀身极脆 远远不够坚韧 若是刀身与刀刃品相匹配 再交给那空有一身武艺的 憨直汉子作为兵器 未必没有一丝胜算 现在嘛 万事皆秀了 老翁仔细打凌刀刃那条 清亮鲜明的漂亮封线 感慨唏嘘 至于这把柴刀的玄机 就只能是在少年的磨刀石了 可问题在于 得是多好的一块磨刀石 才能将一把材质粗劣的廉价柴刀 磨出如此锋芒啊 老翁视线之中有些贪婪炙热 偷偷望向诸鹿李宝萍那边的 箩筐行囊 不出意外 那块磨刀石就藏在其中 可老翁随即重重叹息 哪怕能够拿到手 他如今好像也没命去享福了 千恨万恨 只恨那个武镜武人 神差鬼使的使出了 搓壤成山诀 那本是一门失传无数年的开山术 老翁当时躲在地底下 还抱以一种看人鬼化福的笑话心态 可到最后自己偏偏就栽在了这个大跟头上 其实这门啊 粘土搓壤的开山神通 算不得如何上乘高明 只是此类神通沉寂太久了 在老翁担任齐敦山土地的年月里 只有一次被人以此处请出山父的府邸 便是那两位来此山顶一骑的仙人 当然那两位数法通天的陆地真仙 一个小小的武镜武人 给那俩人提携都不配啊 当年他之所以被喊到山顶 不过是两位真仙不愿坏了某些老规矩 照顾的可不是他这位齐敦山小土地的颜面 陈平安不是不想借机解决了白马 实在是五脏六腑在翻江倒海 让他根本无力多做些什么 一次汗水抹掉之后 很快就会重新布满脸庞 陈平安干脆就不再去浪费力气 只是不断调整呼吸 尽量让体内紊乱气息趋于平静 这种调整啊 就像在对大雨天四面漏风的窗户 尽力进行缝缝补补 雷鼓之声再度从心口响起 声响渐渐变大 这声响不是从耳朵传进来的 反而有点像悬之又悬的心声 在清清楚楚传达身躯体魄的颤抖哀鸣 少年这种近乎本能的直觉 最早源于年幼时在泥平巷的那次脚痛 之后在山上还经历过一次 这次之所以没满地打滚 是陈平安察觉到体内那条 视若火龙的古怪气息 开始由腹部逆流而上 所经之地 无论是从宋吉辛家那具牧人认识到的一座座弃俏学 还是人体关爱城池之间相连接通的经脉 很大程度减缓了疼痛感 如武将带兵平定叛乱一般 或是宋吉辛所谓演艺小说上的御驾清征 效果显著 虽然无法解决根源 但是最少能够让那些叛军避其锋芒 诸和虽然受伤不轻 但是气势不降反升 一身雄魂战役昂扬奋发 两袖鼓荡烈烈坐下 颇有几分不容轻辱的宗师风范 腹部缓缓在石屏边缘游走的黑蛇眯起眼 即便诸和展现出不俗的战力 他始终不急不躁 左右大幅度摇晃头颅 像是在蹩脚的寻找漏洞 如此一来 无形中送给了诸和压下伤势的大好良机 老温看在眼中犹豫了一下 仍是有气无力的出声提醒 别追死挣扎了 这条孽畜之所以不急着吃你 无非是希望你完全激发气血 他只是在等待一颗青色果子的成熟罢了 莫要以为他拿你没辙 否则哪怕他吞下你的这幅身躯 也是消化不掉你的精气神 要晓得那才是真正的大补之物 老翁哀叹一声 开始捣扎杂乱须发和破败衣衫 自嘲道 好歹是一方徒弟 死事前总得有个山岳神奇该有的样子 老翁坐在地上一边收拾一边冷笑 对了 孽畜可不止是肉身强横 动作敏锐 他在百余年前吞吃了一位 中五楼修为的岛家练青士啊 如今顾买着 咱们也该修成了一两种入门道法 说是粗浅不堪 可是由这头孽畜用出来 恐怕任你是五镜体魄也扛不住 说到底 算你们点子倍 好死不死 是一个中五镜五人担任领头羊率队入山 你若是六镜 两头孽畜虽然也吃得下 可未必愿意出洞 怕两败俱伤呗 你绕是七镜 他早就主动避让几十里路了 恨不得你们赶紧滚出 齐顿山的地界 少女诸禄悚然 闻言后万念俱灰 我们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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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くだ。 我们下词 注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